來關心嘉義官經證後面的消息 嘉義官警察局破壞的詐騙國人 到柬埔寨人材集團 並且查到的特片分眾工場 在經過最上向一位母親的報案 學生受困柬埔寨 作出的詐騙集團的新聞控制 向家修要求修款 嘉義官警察局成立專案 修造統佈外交部經證室 依徒戰的官邏協查研究 警方不斷地向上對外 對著著詐騙比海人出國的兩名相關 並且查到特片分眾工場一邊對辦 七月間受害人在夢露 由於色彩的重解人 是以後勤騙你到柬埔寨 作文書工作為名 在出境到柬埔寨以後 隨時交到詐騙集團 先玩來控制 他是在網路遊戲上面認識到 這個仲介者 這個仲介者 的確也是在我們昨天已經做到的 就是寫問之一 去那邊一個月做省政工作 包住機票免費 就六七萬塊 新台北 少年進入柬埔寨的東江一波 他的母親就接到要求職員的電話 一個媽媽來報案 說他兒子被配告就不在 然後當天的下午 接到一個隔壁的電話 就是營救的電話 就是要新台幣15萬元 那同文局 那受理報案以後 以學員大隊 成立一個專案小組來偵辦 那我們的從事 用各種中央管道 來做研究 在三天後 順利 把被害人 研究回國 警方設計務下台 向上支援 順利刷社 申請地檢署的訴訟 代表犯罪嫌犯 那經他的一些共識 還有一些證據 我們經過一些路與監視器 逼對 發現了一個嫌悍的行蹤 跟車輛 然後在昨天 我們申請了一個 居票跟搜索票 順利的逮捕 這個三位嫌患 那其中這三位嫌患 在現場 也是監友在做 獨筆 他會包的分裝 的一個違法工作 這個器官監證書的用意 就是本案這個被害人 他來向家屬 就是歹徒從 柬埔寨打電話來向家屬 勒索15萬新台幣的理由 就是他救了被害人 家居官監察局 一記破壞 詐騙人賞 作品犯罪集團 中嫌患 一萬大賤 一庭 第一班 社群事務處運動 家居官 常不得 嘉義優先這個品牌 是必須要走的一條路 有品牌就有責任 我希望能夠帶有 嘉義農產品的識別性 跟辨別性 它要負責生產出最安全的食物 給所有的人消費 像上次縣長帶領我們 去那個國道販售 那也很多通路看到我們 會找你去社會 會 太厲害了 對…很榮幸 對你們幫忙 我最近聽到一句 最感動的話是什麼 說縣長 要是颱風來的話 我們就賺了 他們就在想說 我怎麼克服 當別人沒有辦法 我有 所以我們就賺了 老一輩 而且啊 種田的人 他們不太計較成本 只問你種出來的東西 你的品質 是不是能夠給 消費者最好的東西 那我想這個就是 所謂的嘉義的農業 漁業跟畜牧業 最好的傳承 就是嘉義精神 這個傳承的責任 就在你們的身上